Hello 大家好 第八季的大家真風騷 現在正式開始接受訂購 450元可以聽足三個月 由12月10號聽到3月10號 在這裡提醒大家 不要等到差不多開季時 你才去訂購 否則我怕到時你會開不切 聽不切和看不切 另外也歡迎大家隨時WhatsApp 91671611 91671611給我們 多謝你們繼續支持大家真風騷 是嗎? 多謝多謝 多謝多謝 究竟是什麼 就是令到馬來西亞人開始被人說 不行啊 你滅祖滅宗啊 不可以這樣啊 你們不可以因為這樣 而背棄了原本的宗旨 但是譬如馬來西亞的李麗裔 馬來西亞的陳彥衡 馬來西亞的兩十號 然後你看到別人 每個人都發財了 算了 沒理由不做的 然後馬來西亞的李麗裔 就說 我不理你們了 我不理得那麼多了 我把自己的田 挖光了 我不再種這些棕櫚樹了 嗯 是啊 我不賣棕櫚油了 我不賣了 賺不到多少錢 因為我只要種這些東西 我的收入是八倍 我不理了 我學李麗裔 歌都不唱我去拍戲了 那種大馬 種什麼呢 種什麼 種綠 原本 馬來西亞是很多人種棕櫚的 因為棕櫚有棕櫚油 沒錯 他們要棕櫚油 等於你去泰國 你很容易買到椰子油 沒錯 如果有一天 泰國人終於不種椰子 不種椰子 不種椰子 我們不種椰子 椰子找不到請 種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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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東西賺錢 只要把樹放棕櫚 我不要了 種了20年 30年 我老爸老母留給我 都不要 60年都啪啪啪啪 這樣的人 你滅棕了 百野老過你 這些棕櫚你都不要 死了 如果他看到我這樣 我不再種棕櫚油 但到最後不再棕櫚樹 但到最後我真的賺很多錢 我想 百野都翻生了 不如這樣 聰明女 我們先發達 然後再種一塊地 我們有錢 再買地 再種棕櫚樹 補給列祖列莊 聽到沒有 聽到沒有 你這樣說 年後工作 馬來西亞是棕櫚真的很出名 那又賺不到錢 每個人都賺 價錢就不高 他不是賺不到錢 但有一件事賺八倍錢 那就是 每個人都說 沒那麼蠢 沒那麼笨 都是那種田 那種地 當然 賺多八倍 都是這樣種 那條數就這樣計 即是說 我賺一年的錢 就等於賺八年的錢 那我當然會這樣做 即是沒有錯 沒有錯 即是你沒有說我 當年簽了這張 賣生器 這個政經學五年的合約是錯 你? 沒有人說你錯 誰說你錯 誰說你錯 你舊東家說你錯 吃碗面就反碗底 你貪無虛榮 你說能入這行 誰不是貪無虛榮 不貪無虛榮 不想做明星 就不入這行 這個人 貪無虛榮 通常想賺錢 都入這行 貪無虛榮 是做這行的基本條件 我想跟你說 你沒有這四個字 你就不要餵了 既然大前提之下 你們都覺得他們沒問題 他們就把原有種的棕櫚樹 全部砍掉 改種什麼呢 改種榴槤樹 馬來西亞一向有很多榴槤 對 而且那些榴槤很漂亮 馬來西亞的榴槤 貓山王那些很出名 對 最正宗 最正宗 泰國 麥格麗 不是麥格麗 馬來西亞的貓山王最出名 對 他們最出名 最厲害 堪稱為榴槤之霸 就是貓山王 他們看到旁邊的榴槤園 他們賺錢 當然 但以前跌下來也沒有人要的 現在骨賴很喜歡吃 沒錯 全中國的人很喜歡吃榴槤 只是需求量大到 在榴槤的水果市場裡 是100倍100倍上 哇 神經病 即是說 原本在馬來西亞 那隻榴槤原本賣200元 人家會出到1000元幫你買 啊 需求大了 那些什麼D29 不知道什麼 即是你做同樣的東西 你賺的錢多了很多 那還不馬上轉軚嗎 是啊 你做生意的 是 所以很多馬來西亞 擁有很多棕類樹 全部罰 我改種榴槤 我改種榴槤 我改種榴槤之後 我只有一千五百棕榴槤 每一棵樹 知不知道 每一棵樹 就是有九千元的收入 哇 坎晶搖前書 是啊 真的 九千元 一棵 你知不知道 當然種啦 傻仔 你知不知道 他說我們同樣種種 而且榴槤比棕女還好種 當然 鍾榴槤一定會長很多 是啊 你有這麼一段時間 那天才可以找到鍾榴槤 所以大部分 很多人 就把那些棕榴槤 完全 砍伐 砍伐 改種榴槤 最快四年之後 就可以收成了 這樣就大件事了 收成又快 錢又來得快 但問題是 如果一攬產 大家都一起去種 到四年之後 一邊收成 你又會發現 價格開始沒有那麼高 是啊 一多了 全部人都已經改種了 太大量了 但他有一件事 他不用怕 為甚麼呢 中國人口實在太多 公不認靠 即使整個馬來西亞 都種了 總之都是真多粥少 永遠都是 你看我們多厲害 人家可以幫你吃丹麥的蠔 你要知道 他們的量有多大 你明白嗎 是的 所以他們說 很多時候 現在有些人就罵 罵這些馬來西亞人 甚至馬來西亞報章 都罵很多沙巴州 那些部分出產 棕櫚油的地方 全部都改種了 種榴槤 預計生產榴槤 那些地方 一路加一路加一路加 一個個都說 我不種棕櫚了 賺不到錢 我見旁邊 老婆她賺很多錢 有快 我整個棕櫚田 停了 然後老婆說 不知道為甚麼 十年前 沒有人要的 你知道嗎 十年前我去馬來西亞拍攝 經常在街上 那些榴槤 很便宜 那時候是很便宜的 很便宜 現在是誇張到 你會去到 要專門買的 我剛才說的 我都忘記了是甚麼 有D90 有D29 堪稱是最頂級的 那些就是 你直接叫擲 擲完之後 整團過去吃 誇張到的 就是我對上 那次去泰國 我才發現 我們去泰國 最喜歡吃的是甚麼 就是吃芒果糯米飯 對 其實你隨便在街上 買都好吃 是因為那些糯米 各樣各樣的東西 當做 誰知我上次去的時候 我看到 我竟然想去買 這個芒果糯米飯 沒有 又清空了 被那些人 衍生到是甚麼 不是因為這樣 而是芒果糯米飯 他們已經不做那麼多 他們做甚麼 榴槤糯米飯 因為內地人很喜歡吃 然後我就說 蛤? 榴槤糯米飯? 我真的這麼多年 都沒有見過 他說是 其實我們本地 是不會這樣吃的 是不會這樣吃的 糯米飯就是糯米飯 榴槤就是榴槤 是不會把兩樣東西混合 對 有點怪怪的 對 泰國人是覺得這樣是很怪的 不是說不好吃 但我們不喜歡 但你見隔壁房那麼好生意 你就轉賣 那也是 你又沒有死牛一變頸 我也是繼續賣芒果 對 人家看到隔壁都排隊 沒錯 你一個人都沒有 那你就說 算了我明天開始賣 榴槤糯米飯 又寫中文字貼出來 榴槤糯米飯 全部都是這樣 他就說榴槤糯米飯 還要來自哪裏 就是你們中國遊客要求的 他要求的 他要求的就是 他吃完這個芒果糯米飯 他們會覺得 糯米飯這樣的話 有一點點椰汁 好吃 但如果我吃完這個 我就吃不到榴槤 你可不可以的 就是把兩樣東西斬開 我又可以吃到榴槤 又可以吃到糯米飯 他們這樣 request一下 做一下做一下就正如 剛才村長這樣說 旁邊賣 很好賣 一檔一檔 一檔一檔 甚至乎 他自己本身想要做的 這個芒果糯米飯 做少一點 令他做榴槤糯米飯 雖然我們會覺得 我們不會這樣吃 兩片東西放在一起 但沒辦法 看錢份上 都不知道買得多貴 就是這樣 還有很好賣 這五年的事 泰國人的小檔 都因為中國旅客 而改變了 買榴槤糯米飯 對呀 改變了他們當地的口味 對呀 沒有辦法 迎合他們的口味 因為要做生意 沒錯 但你看到旁邊都排隊 你自己繼續買榴槤糯米飯 你沒有生意 你都要養兒養女 你也是在果欄拿回來的東西 你死地又要買 你死地又要買 你還要給隔壁看 死地又要走我的路 又或者 你自己在當地買這些東西 但很可能 你有沒有榴槤糯米飯 沒有啊 我不買的 就是這樣 我現在又買了你的芒果糯米飯 又買榴槤 你幫我搞 你幫我搞 他會幫你做 一定幫你做 他會幫你做 你死地又是跟著他們的水 因為沒有人會願意不賺錢 沒錯 你打開門開口做生意 你不停的錢進去 你一定會沒有人跟錢爭取 就像我今天開 你例如也好 梁思澳也好 我們原本走的一條路 不是這條路來的 但見這條路好賺點錢 我就過去了 你明白嗎 我們幸好是過去之後 做得有色有色 可以過去賺完一筆錢之後 銷聲匿跡 那也叫我曾經賺過那筆錢 不是這樣的 我跟自己有說過 我自己心想到 我將來賺到錢的話 我真的想著 不用怎樣 為我自己的生活 去 貧泊 貧泊的時候 我就再做我自己喜歡做的事 是這樣的 先唱一首歌 拿一首吉他出來 自己拿一首陳年的吉他 拉一條線 去旺角的花園餐廳 沒有錯 我學完餐廳就沒有了 但我就可以錄一些發燒碟 這樣就可以了 沿了自己的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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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當年和哥哥一起比賽的 那個Rock and O知故 對嗎 她現在不是自己做自己想做的事 對 其實是十年之後的路雲娜 路雲娜剛剛在做這些事 路雲娜就找回賈斯洛 我到時就找回他 希望大家都買張票 寵寵我場 好了 到這裡就說 現在有些人在罵馬來西亞人 我還記得十年前 因為這段時間我常常去馬來西亞工作 我還記得十年前 我不停去拍怪談的時間 那些貓山王 那些叫貓山王 是他們間不中 如果大家有去過馬來西亞的街邊 他們找了報紙 就鋪十隻八隻 就是剛剛在果園裡掉下來 它就放出來 那些貓山王 窄也不想 他們不窄 全掉下來 全掉下來 你就走過去 因為其實它只有那一天 最多是賣兩天 所以你告訴我多少錢 它都賣給你 因為掉下來它已經爛毀了 快點買出來 它爆了 它爆了 所以你走過去 那時候我們還有一個馬來西亞的製片 就說你想吃嗎 吃貓山王 你想多少錢 我說不是我們想多少錢 他想賣多少錢 不是的 他們那些果園放在這裡 你賣多少錢多少錢 他隨便 他隨便 要錢不要貨 他真的要錢 又熟到這樣 快點給我拿走 所以他們全部一撿到就拿出來買 有人經過買了他就拿走了 你不是太差價錢賣給你 所以現在突然間 因為中國的開放 而中國的旅客 這麼喜歡吃 大量的需求 他們都說以前 以前你一定要吃榴槤 你為什麼會有一首歌叫做馬來西亞的歌 飄來榴槤之香 馬來西亞的歌 飄來榴槤之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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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說不用看價錢 金枕頭已經很花斃了 我是先去泰國 之後有一次去做事 然後去馬來西亞 才發現你沒吃過馬來西亞的流言 回不了頭 馬來西亞的流言好吃很多 說真的 以級數來計 馬來西亞的土壤 或者氣候 其實中植水果也是這樣 講的氣候和土壤 還有日照時間 他們說馬來西亞也好 泰國也好 就算有人 想整批把榴槤苗 放回國內養 都不行 氣候水土都不一樣 完全不行 不長 不結果 他們一定要在馬來西亞採購 所以逐個榴槤園 收購 大家都看到這樣 棕榴啊 棕榴啊 找到石 但如果我種榴槤 我會發財 八倍 快 所以現在全部都改了 種榴槤 但有些人就開始馬來西亞的人說 違反了我們原有 我們是一個棕榴的國家 因為馬來西亞最早期 是看到很多棕榴樹 出產的 所以你剛才也看到 你剛才說 燒來榴槤飄香 那你也看到有棕榴樹去襯堂 是不是 沒有了 那就是這樣 你想個辦法 令到國內十三億人頭 突然轉體要這個棕榴油 那你就可以持續發展 那要靠你了 你幫他想辦法 最重要就是這群人喜歡那樣東西 說到底 他說喜歡拖鞋 你都生產幾十幾億拖鞋出來給他 是棕榴打的拖鞋 是棕榴打的拖鞋 有段時間 所以泰國沒有事 是因為他們突然間 起好了泰國的另一種樹 就不用拖 橡膠樹 哦 你知不知道我們小時候 一條館 有些白色的汁液 有些白色汁流出來 那些橡膠流出來 是呀 他們很誇張的 我和你去布吉 就經常去那個窩井 橡膠園 一直插插插插著整條路 好像都是 對 兩邊的樹全部是橡膠樹 很大道 但幸好就是他們 開始 你看到泰國也好 那些地方也好 很多時候是賣枕頭 賣床 也是那些 最棒的 就是因為中國的遊客 要買他們的橡膠 所以才能夠保存到 這個橡膠樹 這個橡膠園 如果不是 而且很誇張 我上次去清邁的時候 你會發覺它是專門店 你進去的時候是買橡膠枕頭的 橡膠枕頭專門店 整條街無端端就是你走幾間 現在是什麼來的 進去的時候全部都是橡膠枕頭 有硬的 有軟的 有一些記憶的 什麼都有 全家只買一件東西 還是枕頭 你想想它應該是市場大到根本就不用買其他東西 其實這已經是一個手信 你去泰國買橡膠枕頭也是其中一個手信 但你記住在泰國買橡膠枕頭要即拿貨 為什麼 回到國內拿貨 經常都被人賭破 就在國內運回來給你 在隔離廠都運回來給你 你試一下 其實在隔離省運回來給你 不是泰國出的 好像聽聞有些 試過被人賭破 就是在賣的時候 我不拿了 你代記 好啊 代記在中國寄給你 在隔離寄給你 在隔離兩條街 究竟應該是為了錢 而把所有的鍾女林都堪拔了 第一 要保存鍾女林 最大的問題是 為什麼馬來西亞的人開始出聲呢 它明白農民是最唯一賺錢 但有沒有一個大的深層意要保護原有的生態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鍾類樹斬掉 有另一種動物能夠生存不到 對呀 一橫扣一橫 永遠的 要犧牲 因為榴槤樹這麼多 牠們生存不到 牠們一直躲在所有的鍾類樹林裡生活 這麼多年以來 如果鍾類林全部改種榴槤 牠們生活不了 牠們一定要在熱帶雨林生活 但鍾類仍在熱帶雨林 牠們說 這種生物會因為大家種榴槤而宣佈地球正式滅亡 就是馬來西亞老虎 哦 那倒是 我想很少東西會在榴槤的田裡 撲傷自己 阿經哥撲傷自己 如果大家把所有的鍾類樹林都倒閥之後 牠們是第一個死的 不是那些農民 第一個死的是馬來西亞老虎 因為牠沒有地方躲 牠沒有地方躲 變成馬來西亞老虎 全球被列為最貧臨的絕種老虎之一 馬來西亞老虎面臨最大的危機 就是牠們把所有的鍾類林都砍掉 牠們走無可走 牠們沒有棲息地會死 那真的 當你去吃榴槤的時候 想一想是否會破壞了牠們的環境 又搶走人家的家園 又是我們人類所作所為 就是你一塊榴槤糯米飯 搶走了牠們的家園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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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也沒想過 先吃了先吃了先 喇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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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